你想要做出吸引观众点击的YouTube搜图 但是请专业的设计师太贵 自己对Photoshop又不太熟悉 CAM的模板又让人会觉得一眼就是新手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大频道的YouTube影片 总是能够去获得更多点击 而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影片却没有人点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个我自己实测过的AI工具Pixels 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够制作出媲美专业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搜图 而且这样的搜图绝对能够去吸引到更多观众点击 让你影片点击率能够快速标成 我会在这期影片里面一步一步的去展示给你看 并且告诉你如何设计出属于你自己的爆款搜图 好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只要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边线以及网络出现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订我频道 那Pixels它的一个很强大的之处就在于 它是由一名YouTuber去开发的 所以它是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搜图是能够有效的去吸引到观众点击的 Pixels它有两大核心的功能 一个就是Test Image 也就是输入文字去生成搜图 还有一个功能叫Lucrate 就是用现有的搜图它的构图和风格去生成属于你自己的版本 而且这不是简单的复制 而是去重新构构这些细节 去交入文字加上个人脸 变成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版本 那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注册Pixels 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这界面里面了 那你可以首先选择Prompt这功能 那它呢就是能够让你去输入文字 然后去生成缩图的 那Pixels呢是能够让你去输入中文的 所以这边呢我就输入了一段文字 夜晚的城市上空有巨大的月亮 下方是一个惊讶的男子 那它这边呢也有一个enhanced prompt 就是能够去增强你这段输入文字 然后呢你可以选这个generate 那下方就可以看到呢 Pixels快速的帮助生成这样的缩图 是非常符合我想要去做出的效果的 首先呢是夜晚的城市 然后呢有个巨大的月亮 然后底下呢有一个惊讶的男子 这个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并不需要我有设计技术 直接就能够生成我想要的样子 那我也可以再尝试另外一个提示词 从高空俯瞰 一道高达百米的海啸 正冲向防滑的海边城市 天空乌云密布 闪电披露海面 去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 那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呢 Pixels又生成一个非常惊艳的缩图 是非常符合我想要的效果的 所以Pixels这个文字 就是生成速度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中间去加入文字 或者加入其他的效果都是可以的 可以选择这个edit 然后在这边你可以选择框选 然后底下可以描述你要做什么操作 我这边要做的操作呢就是让它加入出体白色文字 世界末日 然后选择generate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呢 Pixels就帮助我去加入文字了 它确实是有按照我的要求去生成出体白色的文字 但是呢这个世界末日它变成了世界本日 一种解决方案呢就是让它选这个redue 就重新再制作一份 或者说呢你选择去下载这本身的缩图图片 然后呢在其他的设计软体里面 比如说Canva 去加入你的文字也是可以的 第二个功能呢是我最常用的叫recreate 这个功能就是能让你去模仿其他YouTuber他们的缩图风格 然后透过Pixels变成你独一无二的版本 那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呢就是需要去生成你的人物画像 如果说你是在缩图里面露脸的 你可以选择personas 然后点击这create 这边呢你需要至少上传十张你的人像的图片 然后让Pixels知道你的长相去生成属于你的人像 那如果说你并没有使用你的人像在你缩图上面 你可能使用了一个卡通人物 那么就擅传十张你的卡通人物的人像也是可以的 那这边呢我已经创建好属于我的人像风格了 然后接着呢我们要去擅传 我们想让Pixels参照的缩图格式 可以去添加那部影片的链接 或者是擅传那部影片的缩图都是可以的 比如首先我想模仿这个Mr.Beast他的这部影片的风格 我就在这边去添加他的链接 选择我的人像 然后呢就可以选了generate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呢Pixels就根据刚才Mr.Beast他的缩图格式 去替换出我的人像 然后修改了一些构图的细节 就变成了属于我的缩图了 你可以看到是非常完整的缩图 我可以直接用的 那我也可以在这边去把这个help变成中文的救命 我可以选这个edit 然后选这个方形框选 我在这边输入的指示是 把这个help替换成文字救命 然后选generate 那就可以看到呢他就把我的文字变成了救命了 那我可以再换一个缩图的格式 去来尝试一下 比如说这是产品开箱类的影片 他的缩图风格 那我也想让Pixels去根据这个风格 去生成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版本 这边我贴上了刚才那部影片的链接 然后呢选择我的人像 这边选generate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呢Pixels就帮助我去生成了 这样的缩图 这是我的人像 然后呢也有一个产品在这边 整体我人像的龙鹿呢是非常好的 那假如说你的缩图是不露脸的 也是能够使用Pixels这个recruit功能的 那比如说这边呢我看到这个缩图 它非常的吸引人 我也想要去根据这个格式去生成我的版本 我也是能够使用recruit功能的 这边我就添加链接 然后呢就可以选择generate 那就可以看到呢 现在Pixels就根据刚才的缩图格式 去生成了这个版本了 建筑呢是有些不一样的 然后底下呢有车的幻影 所以呢是属于你新的版本的 那你如果看到这里了 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这不就是在复制其他人的缩图吗 这真的是可以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 但实时是 在最近几年 顶尖的YouTuber们都是在用这个方法 去模仿借鉴那些成功的缩图模式的 那你可以看到Ryan Chaihan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博主 他有2130万的订阅者 那他在一年前呢有发了这部作品 他去测试一星级的酒店 那这部影片呢 获得了3290万次的观看量 然后这个频道叫Realty Family 他也是一个很大的频道 他有3160万的订阅者 那他看到这个主题的影片呢 能够吸引到很多观众的兴趣 所以呢他也做了这部影片 也是同样的主题 然后呢缩图风格也是非常类似的 也让他这部影片呢 获得了1521万次的观看量 还有Mr.Beast 他也去模仿了其他人的缩图 那这个频道呢 他在三年前去发了这个主题的影片 获得了1.6亿次的观看量 然后Mr.Beast就想要去做相同主题的影片 果不其来呢 他能够去获得更多流量 2.7亿次的观看量 他两个的缩图呢也是非常类似的 Mr.Beast就是加上一些自己的个人风格 一些个人元素 就成了他独一无二的版本 所以连那些最顶尖的YouTuber们都在使用这个方法 为什么你不试一试呢 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成功的策略 因为这并不是超奇 而是去运用已经被验证过的 观众真的会点击了缩图格式 Pistols它的做法就是根据你擅传的缩图格式 去来生成一个完全独特的缩图 灵感是来自于你擅传的缩图格式的 但是Pistols它会构思新的细节 就替换成你的人像 就加上你的文字 最后的缩图是百分之百你的原创的 这么多年以来 小频道创造者经常会被埋没 而那些大频道创造者 他们因为有精美的缩图而被更多人看见 这种情况今天就结束了 因为这种成功的缩图格式 不再只是那些有钱景设计师的频道才能用 Pistols的工具已经让大家回到了同一起爆线 无论说你现在订阅数有多少 设计技巧如何 你都是有机会去设计出 能够吸引到百万观众点击的缩图的 你现在可以点击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使用Pistols 不仅能够让你先免费试用一下 而且如果说你想订阅这个工具 那第一个月能够享受到百分之五十的折扣 这个工具真的能够立马提升你影片的点击率 去提升你影片的流量 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要去试试看 最近Alist也出了AI的新功能 只需要输入文字 就能够快速生成配音、图像还有影片 一定会让你尽掉下巴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于网络 希望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IG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